哈喽大家好,我是Vector 带你去发掘新山让人心动的新房子 如果你想要在马来西亚柔活新山 找一间退休房 或者周末的度假屋 你想要靠近新加坡 有无敌海景 低密度的超高级公寓 那么今天 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今天我们来到了Pooltree Harbor 在这个高级社区 你丝毫感觉不到城市的喧嚣 但是这里离城市一点也不远 从这里只需15分钟 就可以抵达新柔第二关卡 直通新加坡 15分钟的车程里面 也有Bukinanda Econ Botanic的成熟社区 众多高级学府 Edu City Marbleau Courage Ref Rose American School 和医疗设施 比如Gland Eagles Medini Hospital Columbia Asia Hospital Canningston Green Specialist Hospital 也全都在15分钟以内的车程而已 今天我要带你们看的 就是Pooltree Harbor这个高级社区 里面的一个超低密度的高级公寓 Sultan Marina Sultan Marina被游艇码头包围着 住在这里你可以享用超美的海景以外呢 还可以把你的私人游艇停放在这里 而这里对面就有一个国际渡轮码头 想要出国度假几天 除了驾车到新加坡 也可以直接到对面乘搭渡轮去到印尼 简直非常适合退休生活 这里每一层只有8间单位 每一层拥有4家一个电梯 当然高级公寓也少不了高级的设施 这里有海景花园 网球场 篮球场 烧烤区 Jacuji 儿童游乐设施 健身房 而我最爱的就是这个50米的海景泳池 Soutie Marina一共有两栋楼 一共只有456间单位 非常的低密度 这里的保安森严 多重安全设施让你住的安心也放心 我也很喜欢这里的整体设计 这栋楼从外形 三层楼高的大厅 到电梯大厅 设施楼层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设计 加上这里的流水装饰点缀和不断吹来的海风 让你感觉每天就像住在五星级酒店一般 舒服又自在 这里的单位呢 方向都是正南或者正北 这样巧妙的设计 让你的单位不会被太阳直晒以外呢 每一个单位都可以享用到游艇码头和无敌海景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三家一房的单位 一共是2000平方尺的建筑面积 4间厕所 这个单位一进来呢 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玄关处 可以让你摆放你的鞋柜 外面一个铁门 里面一个木门 外面一进来呢 就是我们非常宽敞的客厅 还有我们的饭厅空间 而这个单位呢 它的阳台就正正的摆在你的客厅和饭厅的隔壁 让你享受非常非常美的无敌海景 一般上呢 公寓的阳台都非常非常小 而绝对不是这一款 这一款的阳台非常非常的大 让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户外空间 可以享受你的下午茶 宽敞的厨房和时尚的设计 也让你整个大厅增添了不少的特色 干厨房出来呢 连接的就是你的湿厨房 还有佣人房和佣人厕所 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海景的湿厨房 这里还有一个小空间 除了你可以把它拿来晒衣服之外呢 你还能够把它当成你的储藏室 这个三加一户型呢 客厅的隔壁连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厅 而这个小厅呢 也直接通往了三间卧室和两间浴室 这一个单位的每一间卧室呢 都能够享受到非常美丽的海景 最后当然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主人房呢 有主人房自己的浴室 当然啦 这个浴室呢 也附送了全部的装修 还有浴缸 这个三加一的户型呢 当然呢也附送了半家十 而这一个户型呢 非常适合一家大小 买来当做你们的度假屋 周末的时候享用天伦之乐 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大的户型呢 这里也有一加一和二加一的户型 现在我带你们来看的是一个一加一的户型 一共是840平方尺 一进门呢 一样有个非常长行的玄关处 而这里呢 也给了你满满时尚感的厨房 和有无敌海景的客厅与饭厅 这个户型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除了有厨房 它也有生活阳台 和一个小厅 这个单位呢 也附送了全家式装修配套 非常非常适合 两夫妻来这里作为度假屋 或者享受退休生活 Souder Maria呢 是外国人可以购买的 这里作为你的度假屋 或者退休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 找一款靠近新加坡 拥有无敌海景的低密度高级公寓的话 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这里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是Victor 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share 赶紧联系我 来预约看方吧 你不用思考 面评论 这是我论吗 我论你 在调子 我论你 就是学生 我的想法 我论你 你出来 你给我 放在他的 我论你 那帮助你 你 我论你 你 我论你